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快点 绑得稍微丑了一点啊 对了 夫人 属下这里 还有一瓶雪参雨缠丸 对于疗伤化瑜 具有奇效 那属下帮夫人喂一粒啊 不是毒药吧 夫人 你还信不过我吗 夫人 你还能走吗 我还好 吃了小宝给我的雪参雨缠完以后 已经感觉要好多了 夫人 这一瓶你全都拿去吧 谢谢小宝 客气 对了 小宝 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不用再往前走了 要不然碰到教主的话 我怕对你们不利 多谢夫人体恤 小宝 我们就此别过了 走吧 相公 我相信少奶奶会再回到你身边的 希望有这一天吧 不过 我现在有双儿 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冰天雪地的 不过 还好有你陪着我 双儿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这里已经是辽东了 不如我们去找那座鹿顶山 把宝藏挖出来 从此以后过上快快乐乐的生活 你觉得怎么样 可是这里冰天雪地的 就算挖到了宝藏又如何 没有得住 还没有得吃 说得也是 那我们挖到宝藏以后回京城 慢慢滑 你觉得呢 嗯 韦大人 韦大人 是 将军 韦大人 你可算回来了 前几天兄弟们还在说 不见了韦大人 上面是一定要怪罪下来的 我们不如留在通吃岛 干脆改行做渔民算了 那可是太浪费人才了 拿着大炮鸿鱼 会把龙王爷给吓坏的 还是韦大人想得周到 龙王爷要知道了 一定会感恩戴德的 外面寒冷 韦大人 请上船暖和暖和 是是是 咱们班师回朝 好 等回到京城啊 我会将各位的战功 奏报给皇上 到时候 大家个个都要赏啊 谢韦大人 韦大人 请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啊 我会将军事宣传 转发 打赏啊 我会将军事宣传 转发 打赏啊 一会儿 我会将军事宣传 转发 打赏啊 我会将军事宣传 转发 打赏啊